比105年拨坏16秒 国舰署统计每4分钟42秒 就有一人离癌刷新记录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发现 有五成癌症患者会出现二病殖症状 产生食欲不振 耳心 呕吐 而经过治疗副作用也都会这样 营养大量流失 体重变轻 专家提醒癌友一定要补充低糖优质高蛋白养分 对抗病毒 我会告诉病人一定要低糖 不要吃很甜 再来红肉绝对不能吃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配方好的东西 就直接喝那个就好了 又简单又方便 一定要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很厉害的二病值再来补充 一开始得了癌症 要接受强度很强的治疗的话 请超前部署 专家今年做了一份调查 分别在全台45家医院200位癌症患者 了解他们八周每天喝两杯低糖优质高蛋白营养品状况 结果意外发现除了体重食欲活动力 甚至生活品质都有改善 最重要是说它有些发炎的指数慢慢下降 还有它对于癌症化疗期间的一些副作用 除了降低之外 它一些药剂也不需要去降低 可以顺利的完成 甚至有九成可以完成这个所谓化疗 营养品不是万灵丹 专家特别提醒 除了长期口服补充养分 更重要的还是要动动身体 除外运动预防身体发炎 人间卫视蔡一辉黄胜泉 台北采访报道